我们普通投资者跟巴菲特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 曾结合时,我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基本上市面上所有有关巴菲特的书还有音像资料我都看过 有的甚至看过几片 我时常反问自己,为什么巴菲特在投资界这么成功 为什么大部分人却做不好 我认为应该是有两部分的原因 第一部分,知识体系的差别 通俗点就是说,你读的书少,你知道的没有别人知道的多 想想巴菲特看过多少书,你看过多少书 就知道同样发生一件事,巴菲特看得明白,你看不明白 如果你想成为巴菲特一样的成功的投资者 就一定要像他一样多阅读,这也叫基本功 第二,巴菲特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欲望 大部分人都想快速发财 希望自己一买双股票,第二天就能够涨停 希望自己能够低买高卖,买在最低,买在最高 而巴菲特却能够慢慢买,不断买,慢慢变富 巴菲特大部分财富都是在50岁之后创造的 这就是得力的力量 很多人把股市当赌场,当牌桌 上来是娱乐的,是来找刺激 他们就是一群打牌不看牌的人 买股票基本上就相当于买大小 其实并不是你一定要成为像巴菲特一样 一模一样的人才算成功 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你就是你 但是如果你想在二级资本市场立足 你就必须深刻地研究巴菲特 你就必须勤奋地学习巴菲特 我总结的巴菲特的两个特点就是慢和稳 一年就赚个20% 巴菲特50年投资生涯以来 从来没有业绩翻倍股 哪怕是超过60%的业绩都没有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巴菲特绝不会买垃圾股和炒作概念股 因为这些股经常会发神经一样的上涨很多倍 同样他们也会被腰斩再腰斩 巴菲特一买一般会连续几年买入 这种耐心你先问问自己有没有 市面上大部分人都做不到持有重仓股几年不懂 真的,一百个人里面找不出一个来 我说的是你所有的金融资产在股市的前提下 不是你放点利用钱在股市好玩那样几年不懂 因为这根本就是人性 这也是很正常的一种人性行为特点 当你的身家都投在一只股票和少数两三只股票上时 你不可能会做到理智的不管不问 担心恐惧贪婪 无时无刻的在跟着你 影响你的想法和行为 如果你没有抚养的话 基本肯定会以失败告终 我曾经听到过很多老谷和大V说过 除了价值投资 还有很多种其他方法 只要赚钱就好 这个世界上又不是只有一种方法赚钱 什么价值投机技术分析等等都可以赚钱 其实我基本不同意这种说法 我给证券市场的定义 是从20年至50年的时间跨度来说 要想在证券市场不败和长久赚钱 只有一种唯一的办法就是价值投资 很多人会说我武断说话这么绝对 是的 这就是我的投资理念 你信也好不信也好 我不需要说服你 我也说服不了你 想想巴菲特成功了50年 也说服不了几个人来加入价值投资的阵营 那我有何的何能呢 阅读阅读再阅读 这是最现实与接近股市的一条路 虽然我知道大部分的会最终停留在 知道做不到这一个离成功还有一段距离的阶段 但希望还是要有的 万一成功了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